冥想舒缓花粉症 释放身心抵抗过敏的力量 打坐冥想可能被缓解花粉症的症状有所帮助 首先冥想有助于减轻压力和焦虑 在花粉季节 许多患者可能感到焦虑和不安 这可能会加剧花粉症的症状 冥想可以帮助人们放松身心 减轻焦虑和压力 进而减少身体对过敏源的过度反应 其次打坐冥想可以调节免疫系统功能 花粉症是免疫系统对花粉等过敏源的过度反应 而冥想已被证实可以调节免疫系统 使其更加平衡和正常 这可能有助于减轻免疫系统对花粉的过度反应 进而减轻花粉症的症状 此外打坐冥想还可以提高人体对痛觉的耐受性 花粉症患者可能会因鼻塞 打喷嚏等症状而感到不适 这可能会影响生活品质 通过冥想 人们可以学会专注于当下 减少对症状的关注 进而减轻痛觉 让自己更容易应对花粉症带来的不适感 总的来说 打坐冥想可能可以作为一种辅助手段 帮助患者放松身心 调节免疫系统功能 提高对痛觉的耐受性 进而减轻花粉症的症状 在面对花粉症等过敏性疾病时 提高免疫力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古人透过百草的神奇力量 常常在食疗中下功夫 因此古人注重传统中医的珍宝 积极学习保养智慧 从自然中汲取养生智慧 将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入现代生活 古人的养生智慧提醒我们 保持身心健康的重要性 除了通过饮食 运动 睡眠等方式加强免疫系统外 我们还应该注重心灵健康 避免过度焦虑和压力 保持心情愉快和稳定 这对于维持身体的整体健康 同样至关重要 总之 我们应该以古人的养生智慧为指引 通过多种方法综合提高免疫力 并注重整体身心健康 也应对花粉症等各种健康问题 感谢古代先贤神农师的恩德 他的发现让我们认识到 百草的奇妙之处 百草的天然力量 为我们敞开了通往健康之门 祝大家能提高保健身体 和皮肤健康益处及功效 然而 在追求健康的道路上 天赋予了人类更多的疗愈身心 以及各种症状预防的潜在性 大家可以查看相关频道中的播放列表 或点开链接 了解更多 古人认为药补不如食补 食补不如神补 强调饮食对于养生的重要性 食物中的营养成分 可以更有效地滋补身体和呼吸道健康 提高免疫系统和外来的病毒入侵能力 古人更注重培养心灵和精神层面的修养 通过冥想 静坐 养神等方法 保持内心的宁静和平衡 可以获得更深层次的养生效果 用最佳的心态应对外界的压力和挑战 从而减少焦虑和困扰 乐观的心态有助于良好的气血律性 从而减少严重的皮肤问题 健康的精神状态是拥有健康身体的基石 祝愿大家活出健康自然美